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志 生命是脆弱的 可能随时都会结束 敬爱吧 江文轩必须死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付出什么代价 必须马上让他死 这是对你意志与忠诚的考验 你的壮烈将换来你的家人们永久的安全 在他们眼中 你是他们的楷模和榜样 你的父母身体很健康 你的妻子和孩子在台湾都很好 他们都以为你早已经为党国捐躯 都因你的故事而自豪 你是一个活着的烈士 现在你完成自我的时刻大 陈科长 你好 陈科长 你好 你好 江文轩管在哪里 在哪儿 好 好 谢谢啊 好 辛苦了 江文轩 哥 他是 劲 开位 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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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变这个世界 这一天 总会到来的 先生考虑的这些事情 我理解不了 我能做的就是听从您的命令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让我杀谁 我就杀谁 圣经你们读过吗 你们知道四骑士的含书吗 圣经里说 当这个世界 新疆灭争灭亡的时候 高阳将打开七个封印 召唤来 骑着白黑红绿 四色马的骑士 他们分别代表着 他们分别代表着 战争 瘟疫 饥荒 和死亡 这个时候 大地失色 日月无光 接下来 就是人类的毁灭 四骑士 就是个预言 我要把这个预言 变为现实 你们知道 蛇那里有什么样的武器吗 那是一个 非常美妙的武器 看看我们周边的世界吧 太嘈杂了 这个武器 会让这里 首先安静下来 让它变成一座死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析过日本731部队的病毒 并研究了部分毒剂的化学结构 但是后来我回国了 那里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日本战败后 我接触过当年日军的一些研究资料 根据我的分析 我可以肯定地说 刘刚身体里的毒素 与日本731部队的非常相似 化验结束之后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真希望这是我的判断错误 但恰恰相反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我一会儿还得走 还走 你怎么刚回来就走 你别管了 我这还有点事情 你也不看到孩子 这点时间呢 给我拿点衣服 同志们 坐 最近 最近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 可以判定 这是敌人一次 有组织 有预谋的 大规模的破坏活动 到现在 我们还不知道 敌人在什么地方 他们的行动目标 具体计划是什么 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敌人异常的狡猾和凶恶 现在刘刚同志和冯一峰同志都已经牺牲了 我们密电的破译工作怎么办 你们截获的密电 我已经交到上级部门了 他们会派专家立即破译的 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而我们的线索又全部都断了 你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必须尽快找到一条新的线索 敌人的狡猾和凶恶并不值得一提 我倒是希望敌人能够继续行动 只要他们一行动 必将会露出马脚 启明啊 我们要做好打恶仗的准备 另外 我们要消灭敌人 必须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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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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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号街头 血狐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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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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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你们自然可以随时收拾我 这就是政治斗争 我认了 二位 大概都是三十出头吧 我岁数比你们大 政治这个东西 见识比你们早 你还给我们上上课了 牛伯子 看来我们是冤枉你了 你还真是卖香火挣钱过日子的 我不多做解释了 反正 说什么也没有用 不得上 不不得上 不得了 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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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